HELLO 大家好! 新家今天要帶大家去看看什麼呢? 這次累積了4個月的無印商品 有的是日本新品快報 還有冷門商品但意外的超超好用 更絕對要擁有必買的好物 一起來看看吧! 大家在去買東西的時候會先做功課嗎? 媽媽通常會放在購物車慢慢刪減 到出門的前一刻決定好要買什麼 但是這個杯子390日圓 裝飾的盤子雖然有其他用途 盤子690是要帶回家嗎? 哎呀這個孩子也想要一個杯子 那爸爸超想要的新品居然缺貨 可以折疊的白板貼在冰箱或者是釘在牆面上 那我們就先回家囉! 之前介紹過的料理工具 這邊裡面呢? 尤其裡面黑色矽膠系列是銷售冠軍 就不用特別介紹了 但如果家裡一定要有一支無可取代的話呢? 這個細長的矽膠果醬湯匙真的是深得我心 雖然他說是果醬湯匙 但像是味噌用到剩下一點點 大家會丟掉還是加水進去融化出來呢? 用這支長型的小湯匙進去刮 尤其像是豆瓣醬罐頭那種小小的開口 你們家最常拿來挖剩下最後一口的花生醬跟調味料 看看外丸還能擠出這麼大一坨 累積下來也是一筆省錢的方法喔! 那這支一直在等台灣上市再詳細介紹的料理剪刀 等了兩個月還沒上市 有了的話呢已經要擁有 簡單的開到底就可以拆解下來清洗縫縫的污垢 而且它超級好剪 連沒有解凍的肉啊、毒輪 都可以輕輕鬆鬆的剪開以外呢 剪完的切口也看不出來是剪刀處理的 懶惰的時候忘記解凍的時候真的很需要來上這一把 那如果家裡有在做泥狀的料理就很需要這一支搗碎器 有了它之後媽媽就很認分的做馬鈴薯沙拉 做法很簡單 處理好的馬鈴薯一顆微鍋四分鐘到熟透後 把需要的材料統統加進來搗碎均勻 放涼之後冰起來就完成 一定要試看看 一位重新認識馬鈴薯沙拉喔 難得到了文具區 推薦這組可愛顏色的水星繪筆 外型復古可愛以外呢 顏色也很療癒 可以現場去試試 那文具裡面這個推薦家裡門口都可以放一支 直接用磁鐵把它吸在門口 好方便快速拿去 現在防疫期間很多家用品都會網路訂購寄送 一手間消毒之後就會在門口直接拆建完成 再開分解垃圾 才不會把細菌帶進去家裡 垃圾也可以直接處理 那這個無印短美工刀片尺寸特別 可以同時購買補充刀片喔 文具呢媽媽檢討了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要買這個無印的圓規 原本以為姓假可以用 但好像對它來說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每天做到的工作用品 把它放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用這個無印壓克力間隔板 讓它站著每天順手安排日程 但它的間隔鞍剛好1.五公分 要確認自己的本子厚度是否有適合 才不會散不進去變成家裡面的雷瓶喔 那它原本的功能是放明片烤片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調整要放置的東西 那一樣的做法無硬的開關器 也把它吸在冰箱門上面 才發現我們家好像沒有需要常常使用它 中間也比較可惜 沒有轉轉轉的那一根紅酒開瓶器 這個冷水壺不確定台灣有沒有 但是要依照個人的需求考慮購入 起碼是拿來代替醜醜的高蛋白水壺 跟出遠門的時候攜帶水在身上 它只能裝50度以下的飲品 開關有安全設計 大家是說它的開口設計這樣不是很好喝水 個人是覺得還好 但是它的上面沒有排氣孔 喝起來稍微困擾 裡面有一個簡易可以拆的塑膠日網 這邊要來試喝第一次購入 水就可以溶解的免泡茶包 茉莉花茶還有很多口味 這邊一包只能對應300ml的水 把水倒掉大約剩下300ml來試喝看看 嗯那個變淡淡的口味 我需要嘗鮮可以試看看喔 那開始進入了雨季 穿雨靴去接受小孩要脫鞋超麻煩 用這罐小巧方便幫鞋子們都噴上防水雨衣吧 測試了兩個月 布鞋衣服都蠻有效的 在通風處噴灑完等30分鐘乾了之後才有效喔 今天剛好有下雨希望別下太大 它可是不防大雨的喔 走路水珠都會直接飛滴走 只剩下這樣小小的水珠也不會弄濕鞋子 雖然覺得防水以外呢 它還有耐髒的效果 旁邊的等著阿姨一定覺得這個人 怪怪的幹嘛一直拍鞋子 那我們就先上車啦 那無印良品保鮮盒裡面 有一款功能特別不同 它標榜超蜜筆不愛肉 埃子氣罰要記得關上 那平常保鮮盒拿來裝湯要喝的時候呢 可以直接用火加熱 這款保鮮盒帶去露營超方便 調味好到目的地就可以直接上火爐 但是蓋子要記得拆下來才能使用 那媽媽開始練習一些減脂的常備料理 一定要把玄米炒到變咖啡色 不然會不脆 熄火之後加上打碎的堅果 余溫攪拌一分鐘 加入全麥粉跟硬掉的椰子油蜂蜜 不一定要開火攪拌均勻就完成 放到無印的多功能保鮮盒裡面鋪平 進去烤箱對流模式130度30分鐘 大家猜出來這是什麼常備料理了嗎 是燒商賣的營養棒 早餐每天吃一隻或者是中午拿它來當代餐 等待放涼之後直接冰起來 之後再拿出來切成適合的大小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喔 那這個盤子是我們家最近常常使用的餐盤 還有兩個尺寸 一般食量的呢還是建議買大的那一款喔 現在防疫期間現家去上課 學校也有疫情過 所以在家也盡量減少互相傳染的風險 分開餐盒來吃 這邊再加上媽媽自己做的醃漬物 也是無印購入的調理包 在折扣姐姐買了一包媽媽猶豫很久的醃漬包 聽說好像吃醃漬物對身體不錯 吃了一陣子之後再來分享 那這支影片裡面出現的布諾蒸氣烤箱 原價4980現在只要3680 將結束有興趣的下方描述欄裡面參考喔 那新家的最新消息都在Instagram跟Facebook 記得追蹤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才不會錯過下一集喔 掰掰 我們會畫完的字幕 文字出現